在西元2000年時 這是一個炸保案横行的年代 但有一件卻讓所有的城辦員警 回想起來都膽戰心驚 我們先把時間回到2008年 警方接獲到了保險公司的報案 有一名良姓男子 他到中國大陸的黃山 進行五天四夜的員工旅遊 但是卻在拍照時意外催崖 當時他的妻子就幫他保了 高達五千萬元的旅遊平安線 這也讓保險公司不得不謹慎對待 但卻沒有想到在聯絡家屬時 死者的爸爸語出驚人 他居然連兒子結婚都不知道 還直接說他的兒子不可能會結婚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2008年1月4號這一天 家住桃園平鎮 退休偶爾打零工的梁爸爸 接到了一通詭異又難以置信的電話 你開了嗎 打電話來的是完全不認識的保險員 一開口居然就報了兒子的死訊 有保險公司 通知這個梁父 他的兒子失了 然後有留下巨額保險金 但是這一個受益人 不是爸爸 聽到這兒梁爸爸一頭霧水 還來不及分辨真假 保險員卻說了更難以理解的事情 那時候其實是這個良性使者的老婆 去申請保險理賠金 就是關於這個可能在大陸黃山 墜古身亡的這個保險金 兒子的死亡地點竟然不是在台灣 而是有大陸第一祈山支撐的黃山 兒子在這麼遠的地方丟了性命 更難以相信的是 他居然還偷偷結了婚 這個配偶他爸爸是 所以他非常訝異 就是在這兒突然結婚了 結婚完沒有多久 就出國還去旅遊 所以還身亡之後 還留下巨額保險金 他覺得這一切 他都沒有辦法相信 根據保險公司的說法 這個死者老糧 在前一年 也就是2007年11月26日結婚 結果12月15號 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就跑到黃山員工旅遊 出發當天還在機場 不尋常地抱了兩份高額旅皮線 結果旅遊的第二天 就突發意外 最愛身亡 尤其兒子偷偷結婚這件事情 讓兩爸爸覺得 肯定另有隱情 兩父就只有講說 這個良性死者 他也小時候就是有那個小阿麻痺 所以他也有一點不良於行 兩爸爸回想 兒子性格孤僻 有生有殘疾 家鄉常常不修蝙蝠 連場戀愛都沒談過 更別說是結婚 應該從來都沒有跟女生交往過 也沒有覺得說 他可能會結婚 不只和女性關係疏離 兒子和他更因為長期的個性不和 早就搬離家裡 但沒有生活能力 無法養活自己 街頭就成了兒子唯一的家 而且他都是居無訂所 可能三五個月會回家找他拿個錢 或者是請求他協助 不然的話他都是住在火車站附近 然後當遊民在生活這樣子 就是很明確的覺得說 跟人結婚這件事是有問題的 再加上又被領了保險金 他覺得問題更大 從死亡時間到死亡地點 再到高額保險金 這一切都太不合理了 加上2000年初 台灣出現許多詐寶案 這樣的時空背景之下 梁爸爸和保險公司 都決定報警處理 而警方受理後 認為這起案件的背後 肯定還大有文章 跟他結婚的那個連女 就是可能長相也是不錯 條件也滿好的 所以很難想像說 他們會走在一起 學歷各方面 應該是都都是在這個 這個良性使者之上 阿聯長得漂亮 大學畢業 而且聰明能幹 後來到房仲公司上班 又在知名民宿擔任管理職 30歲的大好青春 實在很難想像 會與46歲的老梁走在一塊 現在這個阿聯 成了警方第一個要釐清的對象 連女 就是說她是在 他們在工作的時候 日久申請 然後才結婚的 這樣的故事的背景 是很不可思議 因為你原本是遊民 真實的身分是遊民 怎麼又跑去民宿又有工作 然後又工作以後 又跟員工日久申請 兩個人從同事變成夫妻 照理說這原本 應該是被祝福的一段感情 但現在雙方懸殊的背景 再加上起人疑鬥的高額保險金 老梁的死蒙上了一層神秘面紗 而這起案件的背後 沒想到一追查下去 牽扯出的是一樁更大的陰謀 無論是外貿 學歷 還是經濟條件 這個老梁和阿聯都很懸殊 幾乎是天差地遠 他們怎麼會走在一起 而兩人之間的關係 也成了警方首要調查的重點 刑警就喬裝成了保險調查員 和這個阿聯相約在了咖啡廳 而過程當中 埋伏的專案小組就發現 阿聯帶了兩個朋友 但是三人沒有同行 他反倒獨自進到咖啡廳內 而這一場調查行動 警方能有多少勝算呢 熱鬧的老街 絕美的海景 一向是北台灣熱門的觀光景點 再加上位處淡水河系出口 二手北台灣大門 讓淡水成為一個 充滿歷史的小鎮 這樣人文會碎 遊客聚集的觀光聖地 民宿 飯店當然也很多 其中這間位在甄里街的民宿 就是老梁和阿聯工作的地方 這是一間風評很好 備受網友推薦的A級民宿 網站首頁上大啦啦寫著 在地生根 永續經營 回饋社會等字眼 也標注會將民宿部分收入 捐款給慈善機構 看起來不單純 只是為了盈利 他那時候有正常對外人業 網頁上都有刊登他一些 可以來住宿一些資訊 那其實在現場我們發現 那些民宿的房間 就是大概三 四 五樓 這幾個樓層的房間 其實整理的也算滿乾淨的 乾淨 溫馨 價格合理 是一般民眾 對這間民宿的基本印象 房裡還會擺上可愛的娃娃 作為不同的主題房間 吸引觀光客投訴 老闆李哥 就是這間民宿的靈魂人物 他們覺得說里南相貌堂堂 而且他又有正當的職業 是房仲的店長 以表人才不可能 做出這種事情 國際鄰居對民宿老闆李哥 雖然不熟悉 卻也沒有什麼負面評價 最讓大家印象深刻的是 他既落扶貧 熱心助人 當時因為賣房 急迫需要有人發傳單 舉廣告牌 他把這個工作機會 全都讓給社會最底層的街友 一開始他的確都是 因為他們可能他沒工作 就找他們來舉牌 然後舉牌一天給他多少錢這樣 警方走訪調查 推測老梁可能也是這樣的契機 輾轉進入到民宿工作 不過想要了解更多細節 還是得從阿聯身上探聽 這時候專案小組決定先出招 因為要進行保險調查 就由我本人 跟著保險公司的調查員 我就喬裝成保險調查員 其實我就是去看他們怎麼講 還有當場看這個聯女的反應 主動出擊的刑事局專案 負責警官黃念生 和阿聯約在咖啡廳見面 而當時咖啡廳裡裡外外 早就不滿便衣行徑 一有風吹草動 絕對逃不過他們所有人的眼睛 我們有先佈置我們的人 還不在附近 結果發現跟另外一名男子 那個另外一名男子 可能是不是他朋友 我們不知道 但是他們是坐在咖啡廳外面 全程是監控我們 即使整個現場 從監視變成反被監視 但具有資深刑警背景的 黃念生不為所動 他自然地和阿聯對答 但眼前這個阿聯 彷彿有備而來 你要問他什麼 你其實要從他嘴裡面講出 你想要答案是非常困難 略是問不出所以然 更代表有可疑之處 但現在最關鍵的 是得釐清阿聯與老梁之間 那令人沉疑的夫妻關係 那我們其實也問他 就是說在這個良性死者 他有這個小兒麻痺的狀況下 你怎麼還會跟他結婚 他也是都說什麼有感情 然後日久生情這樣 就跟我們隨隨便便就帶過 就是他不太會講一些 就是答案他都很自私很標準 偵辦無數刑案的黃念生 對於眼前這個弱女子阿聯 每次回話都彷彿事前 早有一套叫戰守則 留下了深刻印象 哇他這一個女生 真正的臣服很冷 很冰冷 面無表情的在跟你說話 然後又不疾不虛 彷彿就是 就是心防很強的啦 你要怎麼樣對付他都不怕 他也不會不耐煩 不知阿聯的態度反常 和他一起到咖啡廳的 兩名男性友人 行事作風也異常大膽 我跟那個保險員 要離開咖啡廳的時候 其實我們是步行離開 因為本來就要跟我們的 就是我們的同事會合 結果我們發現他們在跟蹤我們 就跟著我們 這樣就一直走一直跟喔 一直跟 然後一直跟 跟到我們要走到這個大馬路 他也在跟喔 黃念生和阿聯 以及他的朋友 雙方疊對疊 這個關鍵時刻 說什麼都不能功虧一虧 這一場疊戰到底誰占上風 就在專案小組查清了 阿聯朋友的背景之後 警方士氣大正 我們就擺脫他們之後就回去 就調查那個身分 就發現這個幕後黑手 李楠就出現了 沒想到風評不錯的 民宿老闆李哥 居然就是案件的幕後指使 加上和死去的老梁 一起到黃山的阿財跟小白 也是民宿的員工 而現在所有的線索都落在 淡水的這一間民宿裡 而就在此時 專案小組也拿到了關鍵證物 是老梁一行人到黃山時 帶著的相機 而這相機裡 會不會就藏著關鍵線索呢 每到年底或者假期時間 都是旅行社最忙碌的時候 警方為了調查清楚 老梁到底為何會突然去旅遊 於是到城辦的旅行社打聽消息 我們問了旅行社 旅行社就說 本來他們是要蜜月旅行 就是說這個年旅要跟 這個良性使者去蜜月旅行 後來突然改成員工旅遊 才由他的同事小白跟阿財 帶著這個良性使者前往大陸紅山 就是說他們訂的這個目的 旅遊目的是完全不同 一開始是蜜月旅行 然後後來變成員工旅遊 從甜蜜夫妻的蜜月旅行 變成民宿的員工旅遊 但怪的是 阿聯身為員工卻沒參與 去得只有老梁 和同樣在民宿工作的 阿財與小白三個人 連旅行社的人都覺得很奇怪 覺得他們也 跟他結伴同行人 醉骨他們也都沒有什麼反應 然後就覺得好像 一切都是理所當然 這裡是黃山的始信峰 地勢險峻 一旦天候不佳 根本不會有人上山 但老梁他們一行三人 卻反其道惡行 從旅行社口中說 他們一開始去到那邊 就很可以 因為去到那邊 那時候黃山天氣不好 他們硬是還是要去 要走去看一看 他們那時候 就是先去勘察地形 然後看一看 然後第二天 其實天氣也不好 他們沒打算要上山 他們還是三個人說要去拍照 就上了黃山 堅持路山的三個人 真的拍照留下了紀念 畫面上穿著紅色大外套 露出一抹微笑的就是老梁 但這也是他生前的最後生意 因為根據同行的目擊者 阿財和小白共撐 就在拍攝照片的下一秒 老梁就因為重心不穩 摔落浮地 而現在照相機底片裡的 那一張又一張的照片 成了最關鍵的線索 我們有比對他的這個 照相的這個順序嘛 他在一個藍牌室 先拍了空景 然後拍一拍 然後再拍了空景之後 才又拍了他們的照片 然後又拍了死者 最古前的照片 之後再拍空景 同志醉崖卻沒先救人 反倒拿起相機拍攝事發地點 這樣不合常理的舉動 讓警方有了大膽推測方向 登記結婚沒多久 就開始安排旅行 只是說他們可能連雨這部分 他不太敢 他可能後來不敢 所以才改由這個員工 小白跟阿財 然後配合這個 把這個死者 帶去這個大陸黃山旅遊 做變成假的員工旅遊 從出遊時間點 到臨時更動同行對象 再結合出遊前的高額保險金 命案似乎有了初步的輪廓 但就在警方清查 發老樑財務狀況時 有了更進一步的發現 我們一開始也在想說 這種案子 有可能是個案嗎 因為我們有發現 良性實者的身分有被拿來利用 就是說他也有一些信用卡 在使用的一個狀況 警方還追查出 不只在民宿上班 老樑是好幾間公司的高階主管 同時身兼數職 眼前這些線索讓專案小組研判 這恐怕都是預先設好的陷阱 甚至受害的老樑 可能並非個案 這些人頭真的很多 因為他 我就是用一些財水資料先知道說 跟良性實者做同事的人有多少 那重複的這些人就是所謂 我覺得只有可能被他們當成人頭的人 案件偵辦到這裡 這可能不只是一起炸爆案件 背後牽涉的或許是拿遊民當人頭 有組織有計劃性的謀財害命 而那個搖著公益旗幟 經營民宿的老闆李哥 現在就是警方頭號要追查的重點 從良性實者身上 查到這些許是很好之後 再從同事的身上知道說 原來他裡面手中掌握的這些人頭 這麼多個 那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下 我們就開始就是 從這個許是很好裡面著手 想要了解說他們到底用了哪些人頭 那最後良性實者是不是也是其中一個人頭 在沒有用處之後 就被帶到黃山 殺掉以後炸零保險金 這個時候的脈絡就越來越清楚 現在只有間接證據 要將這一大串嫌疑犯定罪 恐怕還有最後一領路 但如果能找到那些被當成人頭的人 或許就是開啟真相的那一把鑰匙 為了調查真相 警方就來到這間網路上 封平非常良好的A級民宿進行調查 而就發現了在7樓的員工宿舍 窗戶緊閉光線 和樓下的客房彷彿是兩個世界 而在最角落有一間上鎖的房間 這是709號房 這房間裡藏了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 在台北淡水十字路口轉彎處 這棟七樓高的建築 就是李哥經營的民宿 外面還停放著接駁遊客的箱型車 警方到現場時都還有遊客在辦理入住 從一樓進入之後二樓辦公住所 三四五樓其實都是正常民宿經營的一個環境 大概到六樓七樓以上才會變成所謂他們的 儲物間員工休息室或員工住宿的地方 當時加入刑事局徵醫隊 才三個月的黃彥霖負責民宿搜查的工作 他跟著其他專案小組成員逐層茶器 卻沒找到與炸保案或人頭相關的直接證據 但一切就在黃彥霖走上七樓之後 出現破案的第一道曙光 本來七樓其實是 相對其他樓展來講是比較昏暗的 那這時候我們會覺得說 奇怪 七樓明明是最接近頂樓嘛 應該是比較光亮 那他到七樓的時候 其實他的窗簾窗戶都是緊閉的 然後燈也沒有打開嘛 那所以我們學長會覺得說 那還是一樣照我們原本的方式 一間一間去搜查嘛 這裡和樓下的民宿彷彿兩個世界 原本前面還是員工宿舍 但越走進去 發現了一間特別不尋常的房間 我們發現他們的一個住處 員工宿舍的一個環境 還有他的一些 工具的儲物的一個地方 那只有到最後一間709號房的時候 它是上鎖的 而且也是學長 現場的學長認為說特別奇怪 這間709號房 光是站在門口就聞到重重美味 我們在住宿的時候 它的門都會有所謂的貓眼 我們從貓眼可以從內側房間裡面 看到外側的環境嘛 但是那個貓眼就被封死了 被貼了一個膠帶 把完全的可以關視的那個鏡頭 全部都把它遮蔽起來 再加上它上鎖嘛 那學長都覺得有問題 警方突如其來敲門的舉動 讓員工顯得驚慌失措 聲稱這裡只是堆放雜物 但警方繼續追問 鑰匙呢 沒人敢回應 這樣此地無鈴三百兩的態度 加深警方的懷疑 我們就用破門的方式進入 那因為它只是一般的一個房屋的 房間的一個鎖 所以在進入過程當中 還算順利了 那進去之後才發現裡面 居然有五位遊民被拘禁在現場 黃彥霖至今回想起來 都還不可置信 財務平大的小套房 居然關著五個人 其中還有一名女性 每個人都骨瘦如柴 衣服髒兮兮的 身上還散發一股 讓人不太舒服的味道 他們有被打 被毆打啦 被做一些不人道的一個對待 所以他們對於不認識的人 不熟悉的人其實他們都是處於 很害怕很防空的一個狀況 一間外表看似正常的民宿 居然非法囚禁五個人 甚至不把他們當人看 他們是把人從外面所關在裡面 關在民宿的房間裡面 外面是美輪美奂的民宿 裡面卻有一間房間 去關了五個遊民 什麼時代怎麼還把人這樣子 就是把人當畜生在關 而且他還提供那種 很差的那種生活環境 甚至也吃了也吃不好 等於是在虐待他們 其實他們講到這一段 我覺得他們真的滿可惡的 冰箱中一包包 稠狀的袋裝食品 就是被囚禁在709號房的這些人 一日三餐所吃的東西 更令人難以想像的是 有人甚至已經足足被關了兩年 在警方問序下才知道 這五個人通通都是街友 貝里哥用提供食宿 給予高薪的民意 騙來民宿打工 沒想到一腳踏進來 卻成為炸彈人頭 還淪為709號房的人群 這個犯罪手法就是用油民 應該是說用人頭 來買賣房屋 申請對保貸款等等 之類的一個手法 看到這一幕之後 其實更加確定他們的犯罪手法 所以你說我們當下會覺得說 那感覺是說用人 行 房貸 信貸 從中獲利 衛房隨時需要零貴對保 或者電話查核 這些油民只能被囚禁在民宿裡 限制所有自由 他信用培養起來之後 我準備用這些人頭去辦高額貸款 或者是去做房屋的交易 買賣交易 做人頭買賣交易 還有可能像現階段 他有一種方式 他是用人頭去開公司 用人頭去申請公司 那用公司名義 再去做更多的銀行的貸款 隨著民宿這間709號房的曝光 人證 物證齊全 專案小組追查之後更發現 民宿老闆李哥 老梁的太太阿蓮 都與保險 炸貸有關聯 甚至連李哥的前妻 都扮演著帳房的角色 處理著這些繁複的貸款事物 但現在最重要的是 得證明老梁的死 就是他們一手策劃的謀殺案 目前只剩下骨灰 警方還能有什麼辦法 蓮女其實是最難問的 因為連我都沒有把握可以從她 因為她的反應非常冷漠 但是我們去搜索蓮女她家的時候 我們發現她非常愛狗 當然收證過程中也知道 她非常的愛她的這個紅貴賓 一隻紅貴賓彷彿讓黃念生找到了 破解阿蓮新房的密碼 我說你看你這麼愛小狗 你對你家的狗這麼好 有狗死了你都還會傷心 那人死了你居然都不會傷心 你知道我們為了你家的小狗 我們還聯絡你阿姨 把牠們這些小狗 就是送到你 就是讓你阿姨帶回去 然後去養 連對待狗命 我們都這麼樣的珍惜 何況是一條人命 然後牠就 那之後牠就有點起伏 可是後來就有哭了 面對人命沒有波瀾的阿蓮 卻在提到寶貝愛犬時受到觸動 情緒潰題後 他認了假結婚的計畫 甚至李哥根本就是牠的男朋友 而他正是這起案件的主謀 後來他哭完以後 他就變得很 他願意把牠全盤拖出 包含他們為什麼假結婚 然後他們怎樣整個 他們大概的計畫是什麼 然後當初可能就是講那一趴 他可能原本不敢 要去密約旅行他不敢去 後來才改成員工女友 有了阿蓮的自白 加上完整物證的助攻下 阿財和小白最後也認了罪 後來他們有講得很白 就是其實就是有人先把風 然後後來再兩個一起推下去 一干人等全都認了 唯獨幕後主使的李哥 拚命地替自己喊冤 我覺得牠就是 的確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而且很多東西 牠都懂得去閃躲 包含串貢 牠也就是善於說 要怎麼樣去跟 牠的共犯去勾串 但是實際上 就算你勾串 事實擺在眼前 那其實牠的共犯也都承認了 但是牠們這樣子做法 就是在我眼裡就是 為了要逃避法律的制裁 儘管李哥不斷上訴 讓官司纏送15年 但最後依舊難逃罰網 依殺人罪被判刑14年定驗 而動手殺人的阿財跟小白 還沒等到司法正義 就因病去世 似乎冥冥之中 善惡到頭 中有報 火車是台灣人 非常重要的交通工具 但是自從2004年開始 台灣的南輝鐵路 卻持續發生了翻車 或是出軌事故 而且短短兩年 就發生了六次 這頻率之高 也讓鐵路警察直覺 這是大有問題 認為這個嫌犯 一定有鐵路的相關背景 但是他們在過濾台鐵包商 台鐵員工的背景時 卻始終沒有任何線索 直到這一天 2006年的3月17號 南輝鐵路又出軌了 而這一次很不一樣的事 造成了一名越南籍新住民死亡 他原本進到醫院時 沒有太明顯的傷勢 而且情況也相對穩定 但就在當天凌晨 他的病情突然間急轉直下 最後宣告死亡 令人驚訝的是 他已經是第二次 碰上出軌列車 這未免也太巧了 還是這一切都是有心人士 早已擬定好的殺人計劃 台灣的南輝鐵路 西起屏東方寮 東至台東車站 是台鐵最晚開通的主要幹線 這條與美景交織的鐵路 滿載著許多人的美好回憶 但卻從這一天開始 漸漸地出現了變化 透過當時鐵路警察第一時間拍下的現場照片 很明顯可以看到鐵軌遭人破壞 甚至還不止一處 沒想到過了兩個月 鐵路的魚尾板跟那個台灣扣夾 被拆卸丟在旁邊 然後在我們那個隧道的裡面 又噴了一些 什麼偷鐵路的東西賣給靜達新之類的 兩個大大的紅色橫字 就這麼噴在隧道那牆上 一旁還直接點名了 靜達新這間公司 但是後來我們清查 它跟鐵路的工程完全沒有連結 而在這次事件之後 誰知道才過了六個月 又出事了 這是一列台鐵2057次 高雄往台東的自強號末班車 晚間12點半左右 在距離內室車站大約100公尺處 列車突然劇烈的晃 接著就發聲出迴意外 整個車換過去了 有沒有受傷 有一些人受傷已經送醫院了 剛看我的手機 0028分的時候 然後我就放著睡一下 馬上就撞車了 這次的事故 自強號一共有六截車廂 像這樣75度傾斜在鐵軌上 還造成15名乘客受到輕傷 車上80多名旅客也受到不小的驚嚇 而台鐵人員很快就發現 用來接合鐵軌的螺絲釘 散落在鐵軌旁 很明顯是有人刻意破壞 像這樣嘛 對 正常 正常用那種 像這個旁邊 這個摸起來放在旁邊 這個是不是 人家破壞掉 人家破壞掉 對 它的動機 其實坦白講 我們那時候也 不知道它是什麼動機 可能就是報復性的行為 其實從2004年10月開始 到2006年 被鐵路局發現的破壞事件 已經高達6起 而嫌犯除了敲壞 彈簧 褲夾之外 連正常使用的脫軌器 都罕見的被拿來當成破壞工具 它是一種安全防護裝備 我在施工 但是我怕前後有車子 會進到這個區域裡面 然後我在 就是在一個安全距離之內 我會放那個脫軌器 萬一真的有其他列車闖進來 它會脫軌 它不會到我們的公區裡面來 鐵路交通工具一旦發生事故 肯定會造成嚴重傷亡 這雙躲在暗處的手 究竟是個別案件 還是全部都是同一人所為 有待釐清 員工跟這些幹部之間 其實還是有一些摩擦 但是是不是因為這些摩擦 會造成它這種報復動作 我們其實那時候也有上線監聽 但是是沒有結果 從犯案手法到事發地點 怎麼看都像是有鐵路背景的人所為 再加上現場甚至留有官商勾結 為什麼不抓他們的憤怒自演 因此除了台鐵員工之外 警方也一度把懷疑的目光 投向台鐵的承包商 難道是包工程引發嫌隙 才衍生的事件嗎 任何可疑的對象 警方都沒有放過 但始終沒有任何頭緒 因此有人認為 這全都是鐵道怪客搞的鬼 儘管之前沒有造成大規模的傷亡 但這事情非同小可 那雙眼睛和邪惡之手 會不會又蠢蠢欲動 沒有人有把握 而台鐵也開始加強巡邏 避免類似事件再度上演 結果事隔九個月 怪客又出現了 而且這次情況最為慘烈 事故現場黑漆漆的 只有手機和手電筒的微弱燈光 勉強當作皺眉設備 這個狀況怎麼樣 這個衣服模糊 而這位躺在單架上的是 越南的外籍配偶陳氏洪稱 他第一時間被救護人員 送上救護車 而台鐵的駕駛員 和副駕駛員傷勢相對危機 火車駕駛的那一個車廂 摔得非常嚴重 然後火車的駕駛受傷 那個司機員他是有拋到 他的駕駛座外面 是有受傷但是比較不嚴重 那副駕駛無期待他是 被那個裡面的東西壓到 他的腳那時候幾乎要截肢 後來好像沒有截肢 三個人陸續被送往屏東方寮醫院 正副駕駛馬上送進開刀房救治 而陳氏洪稱外觀上 並沒有太明顯的傷勢 只是他不斷喊胸口痛 保險期間他得暫時留院觀察 檢查的情形他是有 蜘蛛網膜腔下出血 我們叫腦出血 胸口的部分 因為他是越南人嘛 他講話跟現場護理師 溝通有什麼問題不知道 但是他一直喊胸口痛 還有意思 他那個醫護人員給他判斷是 都還OK 然後就 但是因為他是車禍現場送來的病患 所以他要送到那個 家戶病房去觀察 擔心妻子安慰的李雙全 憂心忡忡的抱著一床棉被 守候在家戶病房外的椅子上 而在芳寮醫院外等候消息的就位 則是陳氏洪稱的大伯李台安 這次的意外 他們全都心有餘悸 都已經坐鐵路了 那這個已經是 不知道 那是他們第二次遇到了 我是 我是第一次遇到了 當時任職於農委會主委的蘇嘉全 也在第一時間趕往醫院探視 沒想到就在探視過後 隔沒多久 陳氏洪稱的病情 開始出現變化 那時候的 他家戶病房有三個護理人員 在值班 兩個坐在那個 護理站的那個櫃台 那一個是在 陳氏洪稱病床的對面 幫病患在換衣服之類的東西 然後護理站 護理站那兩個護理人員 就是聽到那個陳氏洪稱的 生命監視語 本來就 咚咚咚 然後他就 啼 就 一直接 那時候他的心跳就掉到 四十三 四十三下 等於是心跳 那個心臟幾乎停掉 就是危急狀況 醫護人員盡全力搶救 最後仍然毀天法術 這個很短的時間 他的血壓就直接掉下來 然後那個醫院方面 用強心針什麼 救到 我記得當天的 凌晨的兩點多 沒辦法 就沒辦法 就宣布急救無效 宣告死亡 沒人料想得到 看似傷勢不嚴重的陳氏洪稱 不到幾個小時的時間 身體出現了這麼劇烈的變化 最後因為腹部挫傷 胸部挫傷 導致大量內豬血死亡 成了這起南迴鐵路 0317翻車事件中 唯一的一名死者 最難接受這個殘酷事實的 莫過於從進到醫院開始 就一路陪伴老婆的李雙全 這次既然沒有逃過去 他就不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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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能接受這個情侯 他小孩現在知道這個事嗎 我不曉得 城市洪稱兩次碰上鐵路出軌意外 這一次幸運之神 沒來得及像上次一樣拉住他 而他也成為鐵道怪客手中 第一位犧牲者 只是這場事故也意外掀開了屋簷下 那不為人知的可怕陰謀 這會是一起可怕的陰謀嗎 當天城市洪稱 就是要到高雄搭飛機回越南探親 才會和丈夫李雙全從台東 搭上了這班台鐵聚光號列車 而當時的列車 一路很正常的行駛 誰知道 就在出了坊山一號隧道 就像這樣整列車搖搖晃晃 從第一節的七車頭就開始出軌 而後面的電源車 還有一共四節車廂 全都躺在了博桿上 而看到妻子意外身亡 最難過的莫過於是丈夫李雙全 她在鏡頭前哭的是一把鼻涕一把眼淚 不斷的自責 但當檢警追查下去之後 發現城市洪生保了高達八千萬元的旅遊險 李雙全還曾經擔任台鐵公務段的職務 再加上她急著把妻子的遺體送進去火化 也讓檢警把懷疑的目光投向了李雙全 究竟她在案發後的眼淚 是真的還是假的 這趟旅程李雙全一共買了三張車票 因為妻子準備回越南探親 她和哥哥李泰安先陪城市洪生到高雄搭機後 再轉往東市找朋友 夫妻倆和所有旅客一樣 在月台上等候搭車 而他們搭上的就是這班 8點08分從台東開出的 就是六次台鐵聚光號列車 這段車程大約三個小時 預計晚上11點12分抵達高雄 就在9點46分左右 這班聚光號列車照著原地的路線 先進類似車站與方山車站之間的 方山英號隧道 就在開出隧道不到100公尺 恐怖的事發生了 它那個地點是在剛好一個稍微下坡 然後又轉彎的地方 然後它離台宜線大概100公尺左右 它那個軌道的高度 離下面的芒果園大概有15公尺 整列車廂就這麼被甩出了軌道 也瞬間失去了電力 橫躺在火坎上 隨著來的是一陣又一陣的呼喊車 還有行動力的旅客 牽著身旁的親友 徒步走下火坎 就是車子在晃動啊 然後那個燈光這樣一閃座這樣子 然後… 對…然後坐在那邊叫啊 當時裡面有聽到什麼聲音 沒有啦 車子跳動的時候 跳動一陣一陣這樣 有跳動 對 第一但是有沒有很害怕 有啊 有 無論是台鐵人員還是旅客 所有人都有同一個疑問 怎麼台鐵又出事了 而且怎麼偏偏都選在南迴鐵路的這個路段呢 我上次也是要回台東啊 在內施 然後那邊反覆啊 這次比較嚴重 這位旅客和陳世宏秤一樣 都是第二次搭上出軌列車 難道真的是他們運氣太差嗎 而這一列舉光號包含機車頭 和提供電力的電源車之外 後面還皆有十幾車廂 翻車的就是機車頭 電源車 石車 九車 八車是躺在芒果園 那七車是斜躺在斜坡上面 六車 六車在鐵軌上稍微有點出軌 但是它還是停留在鐵軌上面 後面的五四三二一 就完全停留在鐵軌上面 這列車上一共有兩百多名旅客 而越南籍的陳世宏秤 是這起事件中唯一喪命的旅客 原本他滿懷期待要回到越南 怎麼知道卻混沌異鄉 本來陳世宏秤是五... 那個3月12號要回去越南的 對 那機票都訂好了 突然又改時間 變成是3月17號才要回到越南 那他媽媽就很質疑 怎麼會突然這樣子改時間 然後他就眼皮... 眼皮一直在跳 難道是所謂的母女連心嗎 而其實陳世宏秤 家裡經濟狀況並不好 這次他除了要拿錢回家之外 也想看看好久不見的父母親 同時幫同鄉帶錢回去越南 一些真的新住民他們要遠嫁 都是因為家裡很辛苦 媽媽是在賣魚 爸爸是在種水果 然後他有一個弟弟 兩個妹妹很小都還在念書 這是我最難過的事情 我跟我老婆回家 我沒有辦法保護他 竟然我連他的身體 又沒有辦法保護 我真的很難...很內疚 在鏡頭前聲淚俱下 甚至自責內疚的李雙泉 和妻子兩個人 一直是朋友眼中的神仙俊旅 他本身也是台鐵員工 面對鐵路不斷出事 妻子還因此丟了命 感受特別深刻 李雙泉他最先考進鐵路的時候 他是在公務單位 就是跟修鐵軌 鐵軌維護有關聯的工作 後來他是考到運務單位 因為他案發的時候 他是在資本火車站那個票房 賣那個火車票 這次列車到底為什麼出軌 台鐵調查小組不到24小時 就很快從現場激震有了初步的研判 這絕對並非單純意外 昨天那個發生 他這個倒是滿內行 他就選擇我們那個列車的空檔 有76分鐘去破壞 嫌犯不只抓準了破壞的時間 就連破壞的技巧也和前幾案一樣 很明顯都具有專業背景 兩個UA板到海側這個部分 四根螺絲釘 四根大的螺絲 還有90個彈簧扣獎 是被拆除 希望各界能夠提供我們破案的線索 那如果有檢舉 那同時因此而破案的話 我們檢舉獎金是500萬 而就在警方還在釐清0317鐵路出軌的對象時 陳氏洪辰的政府李雙全 他的一個動作讓警方覺得 事有蹊蹺 我們發現可疑之後 趕快把這個請檢察官 把這個屍體保全下來 不讓它火化 因為它急以火化 翻車事故才剛發生 案情也都還沒有頭緒 怎麼會急著火化呢 難道陳氏洪辰的身上 藏著什麼得盡快消滅的證據嗎 沒想到繼續追查下去 有了更關鍵性的發展 碰上一次出軌意外 都不容易了 李雙全和妻子陳氏洪辰 前兩次碰上出軌意外 這麼巧的也都剛好有投保 這還能是巧合嗎 他把了一些那個旅遊險 意外險加起來啊 各家這樣加起來有高達 要八千兩百萬的樣子 專案小組發現 李雙全買票都選擇信用卡支付 來提高理賠金額 但為了炸領保險機 刻意製造火車翻覆 這有可能嗎 李雙全替自己解釋 一直以來都有投保 我每次出國 也都是保這個數額 兩千萬兩千萬 這種事碰 誰碰到了 誰 誰 誰願意 我覺得 我的錯就是 那時候沒有跟我老婆 坐在同車 我們可以一起 也許有機會去 對不起 李雙全替自己解釋 一直以來都有投保習慣 但和妻子每次都碰上鐵路事故 未免也太不尋常 專小組繼續清查 發現李雙全投資失利 從他具有台鐵公務段的背景 到連續碰上翻車意外 又替妻子投保高額保險 難不成和投資失利有關聯嗎 李雙全在大華證券 及國票證券 從90年的1月31日 到93年的6月10號 因操作股票分別虧損了 三千兩百六十四萬兩千五百七十一元 及八十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一元 那合計是三千三百四十六萬七千兩百五十二元 目前種種跡象顯示 李雙全很有可能就是難回搞鬼案的嫌犯 檢警大動作到台東李家 決定收網逮人 沒想到李泰安卻先有動作 大隊人馬在那邊看著鎖車 我們那一天去鎖的時候 這李泰安他就故意跑出來 然後騎了摩托車 然後挑釁警方說我在這裡啊 那你們就要追就來啊 雖然專案小組是鎖地李雙全 但出事當天李泰安也在現場 檢警不排除李泰安也知情 所以大批人馬在夜色中就跟著李泰安 穿梭在台東之本的鄉間小路上 結果檢警真正的目標李雙全 卻在這時候消失了 李雙全是從他家後門溜出去 因為我們他後面是都是田地啊 那我們的同事可能對那個地勤也是 不是很熟 然後他是溜到他家後面 大概離500公尺左右 一條那個產業道路的榮樹下上吊 0317南迴翻車造成陳世鴻村喪命 好不容易鎖定了可疑對象李雙全 案情都還在調查當中 李雙全卻上吊親生 這個案子困難重重 檢警該如何繼續追查 揪出這個鐵道真凶呢 李雙全上吊親生 他留下了遺書 內容寫到解剖妻子的遺體 是壓垮他的最後一根稻草 他很愧就不能保護妻子 甚至還怨恨鐵道怪客 這字字句句充滿了深情 而原本檢警查出 李雙全他因為投資失利 可能就是殺人動機 而沒想到 這是屏東地檢署的調查失誤 李雙全的父親李聚寶 面對媳婦死亡 兒子親生 他決定要北上討公道 他也直指檢察官殺人 才逼死了他的兒子 他甚至揚言 下一個死的就會是他 而專案小組不敢大意 費盡了千辛萬苦還原現場 找回了那一天在列車上的 所有乘客 試圖拼湊事情的原貌 他們竟然發現了 李雙全和李泰安 根本沒有說實話 而這些募集證人 當時到底看到了什麼 南迴搞鬼案 越南新娘陳世宏稱死了 他的丈夫選擇上吊親生 以死民治 李家一次走了兩個親人 李聚寶選擇帶著大兒子李開安 北上立法院陳情 要替死去的李雙全 還有媳婦討公道 我兒子 我兒子 只要提起他媳婦 就哭一次了 我也很悲傷啊 我媳婦很好啊 就這樣死了 我兒子就哭啊 現在 現在 又在逼我兒子了 再這種情形 今天這個關那個關 現在包兒子也逼死了 年邁的李聚寶聲淚俱下 強的兒子是被逼死的 收到機動處 他也撂下重話 李雙全被檢警認定 涉有重嫌 而李開安也被質疑是 這起殺人案的共犯 這看在李雙全同事的眼裡 也滿是憤怒 當時檢警偵辦南迴高會案 背負了相當大的壓力 鐵路公會 甚至第一個跳出來 力挺李家替李雙全喊冤 說實話 這起案件目前檢警手中 只有間接證據 但這真的能證明李雙全 就是害死老婆 製造翻車事件的兇手嗎 雖然是他們李家有嫌疑 但是就是沒有很明確的 很明確的那種激震 那我們可能就是要分析很多資料 然後要調很多資料 當天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如果要想辦法讓時間倒轉 舉光號列車上所有乘客 似乎就是散落各地 那一塊又一塊的拼圖 他們眼睛所看到的一切 彷彿是檢警找證據 關鍵的環節之一 檢警試圖重建現場 而這一張又一張的車票 代表著每一段在火車上 被記錄下來的真相 當初李雙全是刷卡 買了五車 四十七 四十九 五十七的三張車票 結果卻私自 用了同事的賬號 化為了二車的 三十三 三十五號 一個小朋友 就剛好坐在他們旁邊 跟媽媽 就坐在二車的 三十 三二跟三四 就坐在他們的隔壁 發生那個程式紅車 一上車就開始睡覺 一直睡到翻車都沒有行 連睡到翻車都沒有行 都沒有行 是李雙全把它叫起來的 而且翻車的時候 李雙全並不在座位上 還記得嗎 當時事故發生後 十車至七車出軌 躺在博坎上 六車稍微出軌 但一車至五車 依舊停留在鐵軌上 如果李雙全和程式紅車 坐在二車 怎麼會傷勢嚴重到丟了命呢 現在專案小組也要離棄 事發當時李泰安他人呢 他後來就說 我有吃飯 我都走去後面吃飯 走來走去 對 問題是你如果走來走去 還是有人看到你 那結果呢 那時候火車上的所有人 沒有看到李泰安坐在 這一部火車上面 這個時間有一個半小時 他能夠走來走去 火車上的旅客 竟然都沒有人看到李泰安 但在列車出軌之後 他卻出現在翻車現場 翻車以後才 李泰安才出現 而且是滿身大汗 吵寡聲 這有人講 對 有人 有人 作證提到他是 滿身大汗 吵寡聲 也有目擊者對於李雙璇 李泰安在翻車之後的舉動 印象特別深刻 他們兩個人 陳世宏聲 他這個身體 搬過來搬過去 然後一會兒又搬到那裡 一會兒又搬到這裡 這是現場民眾講的 像急救又不像急救 就好像是在找適當的位置 從這些證人的公訴 檢警推敲了可能的輪廓 同時懷疑陳世宏聲 從原本情況穩定 到了加護病房 病況才急轉之下 懷疑是否也被人動了手腳 他從這個 分泌組是3 一直回覆到 我記得好像說到13 就是已經大體都快要醒了 應該是在那時候 痛當他加工 加護病房的護士 發現陳世宏聲的心跳 突然間掉到43的時候 李酸泉就站在他的旁邊 在短時間動手腳 還要在短時間內 有辦法置人於死 這個東西究竟是什麼呢 這讓檢警迴響 李雙泉的第二任妻子 范氏嬌兒 他是死於蛇毒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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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 這邊 蛇咬到的地方 范氏嬌兒的喪禮上 有禮灘長跡 李雙泉還特別指著 妻子被蛇咬到的傷口 余嬌姐屬於神經性的毒蛇 你咬到以後 一般我們現在人常識 一定會到醫院去打血清 注射血清 怎麼會人跟蛇都死在現場 後來陳世宏称的解剖報告出爐 在他的體內 竟然驗出鎮定性的藥物 益土明 檢察官交代我們 指示我們要去查出 益土明是怎麼樣 跑到他的體內的 因為他沒有精神病的病史 那益土明這個藥物是一種 救醒的一個精神用藥 精神病的用藥 是讓人家鎮靜 陳世宏称 他沒有理由去吃這個玉朵米 去服用這個玉朵米 那你理雙全 為什麼要買這個東西給他吃呢 這等於讓他這種 昏睡的情況之下 昏迷的情況 要加工讓他死亡才有機會 陳世宏称確定死於他殺 檢察官調查之後認定 陳世宏称死於他殺 但光靠這些證人的證詞 有辦法定他們罪嗎 這場世紀南迴搞鬼案 專案小組切而不捨 案情就要露出曙光了嗎 南迴搞鬼案偵辦到現在 專案小組還是缺乏直接證據 陳世宏生身體裡的一土名 怎麼來的 警方透過了李雙全的通聯記錄 找到了所謂的要頭 甚至還找到了一名秘密證人阿萊 檢警軟硬兼施他才說 他知道李雙全的計畫 他接著拿出了一本日記本 這一本日記裡會有什麼關鍵線索 南迴搞鬼案一路以來 檢警手上握有的 始終沒有決定性的關鍵證據 辯護人的角度 我就是打斷你檢察官你的證據 你檢察官舉證不足 我就告訴你 你舉的這個證據是哪裡矛盾 哪裡沒辦法說明 你又沒有辦法 在補強證據的時候 那就是無罪推定 從同車旅客到相關人等 清查了上千人 就是希望找到更多線索 終於黃天不復苦心人 後來是因為我們找到李雙全 最好的最要好的一個朋友 跟他同樣任職在鐵路級的 一位黃姓的一位友人 正因為這位黃姓友人 阿萊跟李雙全可以說是換鐵兄弟 好的壞的全都和在一起 檢警試圖對他小以大意 因為關係很密切 他們幾乎都是在一起 然後出遊也好幾趟 一起出遊到大陸去 然後我們就覺得 他應該會知道很多事情 儘管阿萊嘴巴上打死不認 但是從他不安的眼神裡 警方已經看到一絲希望 決定成勝追擊 我只懷疑說他應該知道很多內幕 想不到他有曾經也有要參與 因為把這個厲害得失 講給他聽之後 他就當時就馬上眼淚就流下來 這眼淚究竟是懊悔 還是替自己擔心呢 他原本太媽里3月15號那一次 他原本還是要請那個黃信共犯去做 但是他不敢 因為第一次他就沒有做了嘛 他也不敢 他說那個李雙全就跟他說 不然你載我哥哥到黃山去 聽到這裡 專案小組眼睛都亮了 但光靠人證還不夠 專案小組繼續追問 你有什麼證據嗎 他拿出了一本日記 他寫日記是天天都寫 最短的還有寫說8點上班 他講的說他有去現場 有去要準備要去做 那後來他爽約了 覺得不敢 有紀錄的那個 那個日期 日期剛好被撕掉了 根據阿萊的公詞 原來李雙全早就計畫好 由他帶著陳世宏稱坐上火車 讓他吃下鎮定劑 再由哥哥李泰安破壞鐵軌 想要一切神不知鬼不覺 黃信共犯講的 他有準備好那個 MM2放在巧克力裡面 要讓陳世宏稱吃 結果被那個李泰安的老婆吳春芳 丟給狗吃 等於是他沒有迷幻藥了嘛 所以才臨時要去訂那個芋頭 不只是日記 阿萊也告訴專案小鼠 他反悔的那一次 工具就留在現場附近 當時候李雙全也帶房屋來去 該地做過這個砍查 而且有跟房屋來說 如果我們選在這個地點作案 那這些工具 你就可以藏在這條路下來的 一些石頭下面 這樣子拿起來的話 就比較不會被發現 案子辦到這裡 輪廓越來越清晰 李泰安因為阿萊的證詞 遭到羈押 舉等兄弟二人不打目的 絕不甘休 終於將陳氏鴻山殺害 手段凶殘 惡性重大 在偵查中 承犯檢察官多次給予認罪之錯的機會 但是被告李泰安能讓毫無福利 2016年3月 歷經多次審理 最高法院認定李泰安 僅涉及最後一次搞鬼案 他的弟弟李雙全 才是主謀 但因為案件 纏頌十年 符合刑事速審法 現行規定 判處李泰安 13年有期徒刑定業 目前他人在台東武林外衣間伏襲 會不會很快就可以呼吸 自由空氣了呢 他看他的表現還有這個監所長官 對他這個總體 包括以前的這個大家 對這個案件的認知的情況 所以要不要假是我們期待 但是不敢太有把握 陳氏鴻生的母親 做夢夢到女兒滿身是血 而問話問他什麼都不說 卻一直指著身旁的 兩個男生 一個男生是李雙全 而另外一個他完全不認識 結果當陳氏鴻生的母親 在來台灣的飛機上 翻開報紙 卻看見了夢境裡的那一個人 他會是誰 陳氏鴻生喪命 他娘家的母親和舅舅 隔了兩個月 在一間義務幫忙的婚友社協助下 終於踏緊台灣 好 再過衣服 現在已經很累了 穿著粉紅色上衣的 就是陳氏鴻生的母親 而在他旁邊 扎著馬尾一路陪伴的 就是聽聞難回搞鬼案後 第一時間聯繫成家 甚至主動安排所有 來台事宜的婚友社 我覺得就是說 這也是一個緣分 因為發生那個搞鬼案的 這個三月十七號 那一天剛好是我兒子生日 那我覺得說 這某種的巧合上面 可能冥冥之中 要我切入這個事情 那我就跟張英佳記者講 我說這個事情我來處理 我來善後 因為我覺得說 我不需要把她的父母 帶到台灣 來整個了解這個案情的狀況 蔡兆蘭為了讓陳氏鴻生的母親 能夠順利辦妥手續來台灣 還親自飛了一趟越南 而兩人見了面 她媽媽開口的第一句話 哽咽的說她夢到女兒好幾次 她有夢到陳氏鴻生 總共夢到三次 前兩次都沒有講話 然後滿身是血 到第三次 就是哭 只有哭 一直掉眼淚而已 到第三次 兩個人出現 一個是李雙全 她只說 她看到的是一個李平頭 臉圓圓的 因為結婚的時候 她只有看過女婿李雙全 或許真的是母女憐心 女兒客死異鄉 媽媽成了陳氏鴻生 第一個想傾訴的對象 但夢境中 沉母不認識的那一個 領著平頭的男生 是誰呢 沒想到飛機上的報紙 竟然有了答案 陳氏鴻生的媽媽 是坐在我旁邊 然後我就看著報紙 我就要那個休息一下 那我看著報紙的時候 她就指著報紙的一個人 跟我講說 我女兒給我夢到的 就是這個人 我說 你有沒有看錯 她說 對的 沒有錯 就是跟這個人長得一模一樣 那 陳氏鴻生的媽媽是問的 她不認識字 何況是中文 她也不認得 那我們的報紙 你說 只有一個人像嗎 不是 報紙一般開 就有很多人物了 那她會指著那個人 我心裡就在嚇一跳 之所以會嚇一跳的原因是 母親目鏡裡的那個平頭男生 正是李雙全的哥哥李台安 會是巧合嗎 還是真的是冥冥之中 在案件真相尚未明朗之前 陳氏鴻生就浑身是血的託夢給媽媽 案指李雙全 還有李台安就是兇手呢 就是很相信我們台灣的司法 希望就是我們台灣的司法 還他一個公道 不管結果是怎樣 他只相信我們台灣司法 最後給他們的一個證據顯現 陳氏鴻生的父母 歷經了台灣司法的窮窮審理 他們總算等到了答案 從起訴到一省到三省地面 我都有跟他們家裡的人聯絡 然後第一次是 武器徒刑的時候 他爸爸接的電話 然後他爸爸說 他爸爸哭了很久 叫我過一個小時來打過去 然後過一個小時 我就請官醫再打過去 他說真的老天有眼 還他女兒一個公道 從事發之後 無償陪著陳家奔波 還聘請律師協助處理官司 就連骨灰運回越南等等的手續 蔡兆嵐出錢出力 沒想到她的夢境中 也出現了陳氏鴻生 三省定驗了以後 我又夢到了陳氏鴻生 他來感謝我 他說感謝我的幫忙 他要招待我去銅塔嶺 銅塔嶺真的 我做越南的婚 已經做那麼久 我還沒有去過銅塔嶺 他招待我在那邊 玩了三天三夜 然後後來 他就變成了蝴蝶配蟲 整起難回高鬼案 讓台東李家門外 聚集了許多媒體 還有許多觀光客 攤販也在路邊 開始做起生意 李泰安更成為 當時最高調的射行人 交通… 交通用在你們自己看 你們的交通 大家都已經猜得這麼滿了 有名字打電話嗎 對…村民啦 村民打電話過來 看看這裡 除了警車之外 路邊提滿了一台 又一台的車輛 還有各電視台的SNG車 這個地方是李雙泉 李泰安 位於台東資本的家 每天湧入大批媒體 還有觀光客 再加上監控的 專案小組成員之外 還常因為交通庸色 引來當地近方關切 你知道台東八景 在那個時間裡面 多了第九個 就是泰安休息站 第九景 所有的遊覽車 遊覽車 來喔…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到今天的台安休息站 然後就會有一台遊覽車 還會有警方在那邊坐交管 這台遊覽車下來 大家都來那邊照照照照照照 那個如果運氣好 碰到李泰安在家 然後他們有出去 還有很多人說 李泰安我可以跟你照相嗎 李泰… 李泰安瞬間 變成了風雲人物 正因為南迴搞鬼案 轟動全國 加上李雙泉親身 警方和所有人的目光 通通投射在李泰安身上 而當時他也成為 全國最高調的涉嫌人 在泰安休息站的招牌上 加上王青海的照片 泰安休息站 然後以下 莊案小組六者優待 然後弄一個… 弄一個他們的mark 他們的mark 海駁的 之前我聽說 媒體朋友問他問題 他要把拖鞋拿起來擲筊 一筊他才要回答 不然不回答 這個都是有一點 吊籃噹 然後這個有一點戲弄 我覺得這個都不太好 所以我都告訴他 那他也都接受 就是他圖鞋的故事 喂 他還不算圖鞋 有 怎麼會 還不知道 除了李泰安之外 媒體的目光 絕對小不了 李雙泉的父親 李聚寶老先生 從案發開始 李聚寶的陳主冷靜 也讓專案小組 和在場媒體 留下深刻印象 我曾經問過他說 為什麼你那麼愛寫書法 他說他在寫書法的過程當中 他可以讓他整個思緒 盪下來 然後好好釐清楚 其實站在李聚寶的立場 他沒錯 他在救他的兒子 已經走了一個 還有一個馬上就要被檢察官 可能要求處重刑了 所以他必須想出一切的方法 而且他常常在看孫子兵法 當時的南迴搞鬼案 被各大媒體 視為最重要的新聞內容 每天翻開報紙 頭盤幾乎全被南迴案的進度 給通通證據 所有媒體更是使用人海戰術 全天候守在李泰安家 我還記得那時候 排檔表上面是有固定的 泰安休息站專責小組 然後誰誰誰 然後可能一個禮拜 換回另外一組去 然後有一組記者是固定 長期聚守在那裡的地方 大家分三班去輪守 一個人守八個小時 然後在李泰安家住家附近 然後 埋伏的方式可能是 你自己開著車子 然後找一個點 那你要看得到 李泰安他家的一些動靜 媒體多了 自然就有獨家壓力 為了搶到第一手畫面 常常得深夜埋伏 除此之外 還得跟李泰安搬感情 看到警察官要進去了 所以 當時就開始要搶鏡頭搶畫面 對 然後就導致 可能 在推擊的過程當中 就是自家報社的人 還把自家報社的這些記者 給推倒了 當時大家開始玩小動作 每天都要跟李泰安搬感情 醃酒檳榔不可少 都要跟李泰安說 你今天要幹嘛 明天有沒有什麼約談的動作 因為你要知道 問檢方就是跟問牆壁一樣 沒有回應的 可是問李泰安不一樣 檢方可以用偵察不公開 可是李泰安他是被調查的人 所以大家會想說 你到底有什麼樣的偵察的進度 那就想要跟他去溝通了解 能夠適應的信息 而當時李家的一舉一動 都是焦點 就在2006年6月2號這一天 有政績所有版面 因為李泰相信 鋸掉巨嬰的芒果樹 能改運的說法 沒想到 運還沒改 卻先傳出意外 加油 好 好 停一下 停一下 快 重達數十公斤的樹幹 雜中在底下採訪的 平面媒體記者 嚇壞了現場所有人 救救護車 救救護車快點 救救護車 快點快點 2016年案件三審定驗 這起難回搞鬼案 也隨著李泰安肉肩服刑 慢慢消失在人們的視野中 但這起事件 也確實在台灣治安史上 劃下了重重的一筆